Hello,我是娃娃,今天我们终于一分钟的时间 话说我今天上课的时候发现很多同学竟然是不懂亲戚之间的称呼 我不知道新年的18年如何称呼亲属 我想跟大家讲什么呢? 其实考评局,近几年虽然很少考私人书信 但以前考大家的时候考亲 对于大家的亲戚关系,应该大家要先有一个掌握 简单来说,各位同学,你是自己 你有个爸爸和妈妈,要懂得分 为什么呢? 例如爸爸的哥哥,我们叫伯父 爸爸的哥哥的老婆,我们叫伯母 他的弟弟就是叔 如果他弟弟的老婆就叫沈 你叫阿沈 叔和沈,对于他们四个来说 是什么呢?是侄 侄可以企人,哪间有字字 有时候是女字,哪间有字字 这个是侄 如果是妈那边 当然妈那边的哥哥和弟弟就是舅父 如果不是,就是阿姨 我们自称自己叫什么呢? 就是生,生是生,出生的生字 加过男字生男,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两边的关系很清楚 当然,阿爷和卖都不需要我说 应该都分析了,考试就小心一点 拜拜